我們看到後面委員會說 今年6月要公佈說 求範圍的相關的規則 經濟部長 翁美花今天去理會議 秘訣的時候 和理會問題說 有要支持他來求範圍跟範圍 這個翁美花表示 就要看這個基劑要怎麼設計 現在政府如果真的不設定 注意後面這個範圍的發展 理會議經濟委員會邀請 經濟部長 翁美花 正對Q變遷 還有再新領案 頂頂議題來做專案報告 民眾黨立委 刷幣如是問翁美花 有幾期收拖費 還有拖稅 翁美花是沒有在這會議 跟他表示說 這也要考慮到拖交易 並且看基劑要怎麼設計 但是苦勢來看是變不了 部長支持這些 碳費跟碳稅的一個課徵嗎 先回答這個問題 應該這樣講 因為在國內討論是兩個 你支持嗎 你這個要跟碳稅碳費 或者碳交易 一起來看臺灣怎麼設計 他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其實碳費是我們短期環保署的一個專款專用 可以立刻刻證的 那長期還是要來討論碳水 我覺得對國際的趨勢 臺灣確實是應該是免不了 要跟著國際趨勢來走 現在未來還是欧民收拖關水 跟影響到我們的出口 翁美會表示 原本欧民是幾個六月 要來公布拖關水相關細節 一定二空二三年來生效 不過現在以來沒有 還有意見要再進行 翁美會也講到 現在看到欧民 只有針對到 過後人的產品來靠水 像說更替還是水年定定 這部本國來出口後面的比例 不說太遠 經濟部的結束 到這裡的三個隔節 維持連絡 注意後刷金色發展 我們也跟相關的高耗能產業 有在溝通 那確實這幾個高耗能產業 直接賣到欧盟的占比 確實不高 翁美會也表示 再來檢討一個相當的信號 日空19年 雖然料的運氣氣體百分 是比日空17年 減少百分之三點九 比亞洲附近的其他國家表現更好 未來政府還會提出相關的進展 繼續努力 記者 張志祥 陳志信 台北部 記者 張志信 台北部